海南省新闻办9月1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全球最宾威的灵长类动物 海南长壁猿形成新的家庭群 并新天一只幼猿 至此人类最孤独近亲已恢复达到5群 共33只 据了解 中国灵科院科研人员8月18日 在海南白沙梨族自治县青松乡达炳村东崩岭 监测拍摄到一雄一雌 两只成年海南长壁猿 经辨认证实是新形成的一群第五群 并确定海南长壁猿栖息地实现扩散 8月29日 监测人员发现该群的母猿怀抱一只幼崽 此次海南长壁猿喜天幼猿 充分的证明海南热带雨林得到了较好的保护 热带雨林等资源生态空间得到了科大 海南长壁猿从霸王林分属的斧头林一带 向外克展的生态廊道已初步形成 国家公园的建设成效出现 更希望他能够就是刚才给他起的名字叫平平一样 能够平安 然后他能够尽快地达到新成熟 然后为海南长壁猿的这个种旧服装 做出他该做的贡献 海南长壁猿与人类同属林长木 仅分布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由于人口增长森林采伐等 导致上世纪70年代末 海南长壁猿仅剩7只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全球最宾威灵长类动物 其宾威程度已远超国宝大熊猫和猪环 海南长壁猿繁殖生物学研究课题负责人周江表示 近40年时间 海南长壁猿从7只增至33只 繁殖群体增至5群 恢复速度虽慢 但可喜的是仍在增长 海南长壁猿和人类一样 有自己的择殖标准 两情相悦才会繁衍后代 从野生动物的 有野生哺乳动物的 或者说是野生灵长类的 它这种繁殖生物学 是非常 就是它有择殖 就是它有性吸引和择殖 我们不是说把一吃一熊关在一起 它就理所当然了 它就会发生这种交配行为 然后会产生后代 你给产生了